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俩 随我来 都给我推开 等等 别靠近 将军 我失手了 那条疯狗把我留在了这儿 是要向你 宣战 是啊 我可是一直强忍着撕开他喉咙的冲动 毕竟呼雷他人命我们留在此处 就是想看看 你这位大名鼎鼎的天机将军 不离人的死敌 有没有能耐陪他一同进行这场狩猎游戏 狩猎可不是什么游戏 它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准备好受死了吧 你也误 莫泽 你没事吧 我 没能救回焦丘 呼雷比我想象的更狡诈 也更难对付 说说看 他打算怎么向我宣战 是单枪匹马的决斗 还是交换人质 呼雷计划 袭击罗夫仙舟上的闹势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就算还有潜伏的不离人伪装者没能揪出来 呼雷这一行也不过数十人 他打算同时袭击罗夫仙舟的闹势 这才是那家户的底牌 呼雷的体内潜藏着不离人之间尸袋传承的受温或计 我亲眼看见他将一个胡人转变成了不离狼族 这就是呼雷的宣战 他的血能让胡人迅速扭曲变形陷入疯狂 他将自己的血交给了手下 想在罗夫各处散步掀起恐慌 立刻联系天博司和云琪 启动通行禁令 要求所有的胡人闭门不出 在看到敌人下战书的那一刻 就意味着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 可是 一旦呼雷制造的恐慌蔓延开来 还记得我告诉你们的吗 狩猎应当考虑猎物的所想 而不是一味追逐猎物的踪迹 呼雷想要的 就是罗夫上所有人陷入恐慌 他想看我们自乱阵脚 用有限的人力在罗夫每一寸土地上捕风捉影 寻找袭击到来的征兆 最后筋疲力尽 最后筋疲力尽 就像药青人艳影时爱玩的游戏 用几个碗盖住一样物事 移来换去 最后要你猜猜 东西藏在哪个碗底下 但在我看来 这些都不过是障眼法 无论忽雷做什么 都没法改变一个事实 他被困在了罗夫仙舟上 想要逃离此处 唯一的办法就是寻到船只 眼下他唯一能看到的船 只有天空中的禁风剑了 对他而言 那上面有数不清的人质 那里会是最理想的去处 也是我们最后的战场 可如果我们猜错了 他去了别处 又或者就像他所说的 他的爪牙会带上狼血 在各处感染胡人掀起混乱 我们又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放弃那些 可能性更小的地方吗 这就是你在剑术之外 要学的另一课 权衡和取舍 我们永远在扪心自问 却又永远无解的问题 在做出决定前 我们要杀死内心的犹豫 在做出决定后 我们要和悔恨缠斗 我们可能会选错方向 令无辜的战友白白牺牲 我们可能猜对了敌人的动向 却错估了对手的实力 哲己败背 但犹豫不前 比犯错更加致命 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做出决定 各位 听我命令 我会坐镇星察海 疏散人群 应对所有可能 到来的袭击 我会倾全力迎战 确保地面的安全 吴鸣客 请你像剑木重生时那样 助仙州一臂之力 我要拜托你和莫泽 在这搜寻焦丘的下落 将军 请将禁封剑的安全交给我 我本该出现在擂台上 现在 我也必须重新回到禁封剑上去 如果忽雷袭击了禁封剑 燕青小尉 请你务必尽力困住他 直到我赶来为止 将军应当对我有信心 若他敢登上锦封剑 燕青以手中之剑起誓 绝不让他投离 诸位 在仙州的疆域上 不离人竟然狂妄地向我们发起挑战 放言要血洗仙州的闹市街巷 我们的身后 是手无寸铁的仙州百姓 和条条而来的旅客 试问 身为云骑军人 我们能让不离人的计划得逞吗 绝不离止 随时戒备 呼叫星察海 所有云骑全面戒备 防范不离人的袭击 飞香 星察海各处巷道中 都有狼型生物在高速移动 撑住 我马上就到 你来了 飞香 育空姐姐 时隔三十年 咱们又再次并肩战斗了 好久没松松进步了 开始吧 星察海的战场打扫完毕了 但长乐天和金人像似乎还陷入苦战中 我这就准备星察 久战不立 眼下必须争分夺秒地挫败呼雷制造的闹剧 虽然焦丘总是希望我适可而止 别动真格 但现在 该是真正速战速决的时候了 呼叫长乐天 如果看到空中有光 立刻全员散开 约空姐姐 借你功一用 那是什么 散 放散开 真是难搞啊 我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家伙每次上战场 总喜欢搞出这么大的场面 这下连半个能问出情报的活口都不剩了 这些家伙里 一定有人知道呼雷和焦丘的下落 是飞霄射出的箭 天知道这一回他是拿什么东西当作箭士射到了这 谈不上一只 只是经常罢了 一旦打到信头上 他就会把所有地方当成可以乱来的战场 哦 私下看看 如果能找到一两个还活着的不离人 就告诉我 不管他们嘴有多硬 我都有办法撬开 让他们吐露些情报出来 好可怕的一击 谁能想到 如此惊人的力量竟然掌握在一个胡人战奴的手里 你 如此果断 又如此 残暴 比起如今沦落到这般地步的我们 他才更像是都懒的子役 难怪战奴会对他感兴趣 我记得你 莫渡 你还真是一只无论如何都摁不死的臭虫啊 你能主动现身 也省去了我们一番功夫 现在投降还不算晚 告诉我 呼雷还有焦丘去了那儿 神圣力气般咬尽的猴子 所有的野兽都明白一个道理 为了摆脱陷阱 就算扯断臂膀也在所不惜 今天我将成为这只臂膀 在我漫长的狩猎生涯中 虽然只有眼前这短短的片刻追随了战手 但他的存在 却像青秋的月亮般照亮了我们盲目已久的双眼 让我看见了道路 杜兰子役背侵了狼之骨训 为了苟延生命 我们在黑暗中东躲西藏互相啃视 我们不再是狼 反而变得像老鼠般龌龊可悲 德蒙乌雷大人的恩赐 我分享了他的眼界与狼血 杜兰的子役 应当为狼群的胜利而生 也要为狼群的胜利而死 来呀要情人 养出你的爪牙 我和你不死不休 狗东西 还挺有荣誉感 但你会错意了 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对一的公平决斗 等我们俩放倒了你 希望你还能一如既往的嘴硬 不论牺牲的有多壮烈 不离人 你们的战斗和死亡都没有一丝荣誉可言 看来我都得逞所愿了 狗雷 你的宣战计划完蛋了 接下来不管你逃到何处 飞霄将军都会逮到你 送你布上莫渡的后尘 你的嘴皮子可比爪子锋利多了 别碍事小子 让你的将军来和我说话 我和他的狩猎游戏还没结束呢 退下吧 莫泽 我就在这儿 狐雷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天机将军 虽然咱们从未在战场上谋面 但这一路走来 我从属下和你的衣室口中 听到了不少关于你的有趣传闻 显州人真够胆 竟然放任一个流着不离之血的胡人战怒 攀上将军的宝座 难道就没有人治愈过你的血统吗 还是因为你显赫的功绩 让所有人暂时闭上了嘴 在战场上和自己的敌人攀亲道顾 算得上是一种委婉的求饶 吴雷 你是在向我求饶吗 看来 你的血里不仅有狼的残忍 还兼具了胡的狡诈 说到底 这是来自不离人的馈赠 我们赠予的我们也当有权收回 天机将军 我向你发出最后的邀请 我会在禁风剑上等候你的到来 在你到来之前 我将大开杀戒 让这七百年来黯淡已久的赤月 再度跳动点燃 用血光照亮这艘众人瞩目的船 让世人认清仙洲有多么软弱无能 然后 我会驾驭这艘船 冲破一切封锁和阻拦 踏上归乡的道路 让它成为不离人再兴的旗舰 在我完成这一切之前 你有机会阻止我 或是死在我的手中 这将是我为你准备的道路 我接受你的挑战 狐雷 因为从踏上禁风剑的这一刻起 你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 我要托付你们的 绝不只是擂台上的胜负荣辱 还有禁风剑的安全 爷爷说得倒是轻松 竟给我出些难题 第一场类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不知燕青那边是否一切顺利 按照计划 我也该找禁风剑上的云琦士兵问问 看看他们有什么发现 类赛开始前 要不抽空跟三月见个面 三月现在就呆在选手休息室里 也不知道他准备的如何了 三月 是我云琳 你还好吗 哎呀 疼疼疼 稍等一下 我马上过来 哎 慌慌张张的 感觉你有点紧张了 原本我也没有这么紧张的 但一个人待在休息室里就会越想越多 毕竟这一次参加阎武一点 咱们的身上还背负着这么重的任务 三月 冷静一点 别担心你的任务 你不是还有我吗 别被爷爷代表罗夫手类的初战名套给唬住了 问问你自己 你是辛穷烈车无名客 一向来去自由 但为什么在爷爷把任务交给我们后 你和我一起登上了这禁风剑 要说为什么的话 因为我也希望 演武一点能顺利召开 对无名客来说 虽然每一战我们都只是过客 可在这里 我结识了两位师傅 也认识了许多朋友 为了大家 我希望这场演武一点能一切顺利 嗯 打得好 累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必须去完成爷爷交付的任务了 三月 祝你宝剑长风 登泪夺盛 谢谢你 云丽师傅 按照爷爷的安排 现在应该问问 禁风剑上的云骑士兵 有没有新的情况 这不是云丽小姐吗 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 请告诉在下 眼下我们还没有注意到异常情况 做得很好 不过 我还得和你再次确认一下 很遗憾 我们目前没有能区分不利人与胡人的手段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关于伪造身份 云骑正在抓紧排查溯源 禁风剑上全体云骑各司其职 不敢怠慢 嗯 我和三月七已经感受到了 来到禁风剑上的云骑士兵们 个个都是精锐 云丽小姐来的正是时候 就在刚才 我们收到了一个紧急登剑请求 紧急登剑请求 嗯 她不再抵达禁风剑的星查航满表上 不过 星查上本身通牒文件都是正式的 谁会在这个时候登记啊 位置在哪儿 我去检查一下 那搜星查会从选手用的亭船岗登剑 需要在下为您带路吗 不用了 您还有知情的任务 我一个人去就行 我得赶紧去确认一下 例行检查 请登剑乘客 立刻接受检查 这就是可疑的星查 乘船的人呢 我数十个数 再不出来 我就把船砸喽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时间要到了 三 二 一 等等 是我 是我 例行检查而已 你不会真的要把船砸了吧 难道 这也是你们著名传统 咱们的燕青小弟不是说 要放弃手类 选择猎狼 为将军分由解难吗 地面上不离人突然展开了袭击 非萧将军担心 这是忽雷的障眼法 于是我就主动请命 赶来持援禁风剑 唉 没想到你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禁风剑上 不过此刻 废台你是上不了了 按照爷爷的安排 咱们俩的好徒第三月 会代替你登台首类 是不是感到很骄傲呀 是阿姨听到这么有冲击性的事实 还真是又自豪 又让人担心来着 多一个人手总是好事 清风剑这么大 对了 你应该知道 怎么回事 清风剑的速度似乎在变慢 莫非 跟我走 咱们去引擎室瞧瞧 作为整艘船的核心设施 我们要先确保那儿的安全 古怪 这附近 怎么一个人都不见了 云琪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你们也应该和他们躺在一起 放心吧 小娃娃 这里的空间还很宽敞 行 四周大心眼里希望这场炎武疑点 能一切平安无事 让我虚惊一场 但这帮家伙终于还是来了 我心肩上压着的这块石头 总算也能落地了 来吧 念巫 引擎舱里发现了两只狼 就意味着其他的地方 会有更多念巫潜入 护雷已经登上了禁风剑 没时间解释了 炎武疑点应该已经开始了 如果我猜的没错 在布里人登剑之后 他们极有可能在疑点上大肆杀戮 走吧 我们现在就赶往 炎武疑点的擂台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选手 欢迎各位 礼礼罗湖仙昭 星天炎武一年 在进入第一场内赛前 赛行委会 我们众向各位介绍 您和著名名秉持人 姬米先生 作为嘉宾秉持来到现场 有请嘉宾秉持姬米先生 为延武一年正式接步 一天到此为止了 从此刻开始 禁风剑将属于我 各位观众 我将为你们带来一场 破阵驾驶的死斗 现在 尽情逃跑吧 好 抱歉 这艘船上 并没有你期待的观众 所有人 全都对你而来 一起 备战 仙中卸向 兵器成正 仙中卸向 兵器成正 看来你们早有准备了 那样也好 既然做好了送死的准备 来吧 请你们所能 让我进行过 唯一三趋一 这就是你所说的 能确保延武一典 如常进行的计划吗 正是 呼雷出逃 本该立刻终止 阎武一典的举行 谁也不能预料 这头凶兽会席向哪里 似疑点这样的节庆 反而更容易成为 他逞凶的目标 不过 阎武一典筹备良久 是在必行 宣布中断 又让我心疼得很 我转念一想 既然不得不开 那还是开吧 只是今日召开的 又何必是 真正的阎武一典呢 只要将登剑 观众与选手 全数替换成 云骑士兵 高悬在空中的 那座禁风剑 将会成为 绝佳的猎狼战场 可要是呼雷没有打算 袭击炎武一典 又该怎么办呢 那就尽可能让他看见 靖风剑 天博司会清空航道 减少其他星察通行 这样一来 当天上只剩下一艘船 他便有了不得不去的理由 而飞霄将军 会负责敲山阵狼 切断布黎人逃亡的路线 让他自以为找到了去处 考虑到不离人在罗符上有内应 我会负责前去施加压力 令内应们疲于自保 好啊 那么老朽也该动动身子骨了 我会与天博司一同谨守御界门 以防局势失控 能有阎老担当着最后的保险 晚辈就放心了 这场狩猎 务必叫呼雷明白 巡猎的封敌 永远快聂无一步 刚才的震动 到底是什么情况 似乎整座舰渐渐慢了下来 应该是不离人真的入侵了靖风剑 按照还原将军的指示 我也该行动起来了 燕青师傅 你怎么回来了 当然是因为星系尽封剑和弟子的安危啊 眼前小弟 你想要猎的狼 此刻正站在咱们头顶上 炎武一点的擂台里挑战云琪 这场炎武一点的实况 不会出现在仙周人们的眼中 它也不是什么点到为止的剑斗 这是一场没有荣誉 只有凶险的死斗 三月 你准备好了吗 做师傅的上阵 怎么能少得了我这个弟子呢 云黎 三月小姐 祝两位宝剑长风 灯泪夺盛 也祝你们宝剑长风 灯泪夺盛 咱也一样 祝你们 算了 还是祝大家起开得胜吧 走吧 贪弱不堪 真是贪弱不堪 有后你多时了 霍雷 竟然派几个幼崽来送死 给我最好了 从三月期 罗浮的九雷战士 难道罗浮仙周上 其他狗格的战士了吗 那你不得留谁 被幼崽打败的滋味 你这头老狼未必消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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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将寻生追猎 宣祥不坠 万代长盛 打斜 一定 枪尖已经点燃 炎枪 冲锋 你去听一天玩家 你们以为设下了埋伏 人多就能取伤 让人凌乱 你们做得彻底 好轻人的力量 大老 我飞翘到来之前 就用女人来充当于性节目 凡夺取的必将偿还 护护受伏 不找伍德 你去听一天玩家 不找伍德 不找伍德 爪牙已经磨断了 无惧 无畏 不行 太慢 还没吃师父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剑术了 凤青龙 又白虎 少吃探水化合物 砍杀 我来守护 枪尖金点燃 银枪 冲锁 比划比划 给你五秒 无必不回 我将寻争追猎 万代长胜 大戒一地 我前来送行 银枪 备战 没事 别够软 枪剑已经点燃 银枪 冲锋 百花胜放 配合得不错 你 我是快死高强 用棉飞中使者再临 找牙魔盾了 无据无味 太慢 不行 行征追猎 小崽子们 尽全力挥剑过 逃跑 防锁星之路 只有前进 没有逃离 这时候展现真杖 左青龙 右白虎 小区看水换个物 看杖 没事 我来守护 不必不回 看见 看了 我可以打十个 这把 停 枪剑已经点燃 银枪 冲锋 我将 寻争追猎 万万长胜 大鞋一地 比划比划 给你无秒 无据无味 这时候展现真杖 左青龙 右白虎 小区看水换个物 看杖 七枪备战 白虎盛放 白虎盛放 哇 算没你 月儿 银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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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棉飞 使者在您 没事 找牙魔盾了 不必不回 太慢 该清算了 我将 寻者 万载 长胜 大鞋一地 不错 但还远远不够 我的神区白杀不死 你们的刀剑 你说什么不好 厌倦了 那就玩到这儿吧 怎么回事 你 你